大家好我是王大师 欢迎收看这期大师说 上次呢我们讲到了米其林和自行车的关系 当然也提到了汽车和马车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汽车是从马车发展来的 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就连火车也是从马车发展来的 提到马车和汽车火车的区别 所有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是动力上完全不一样 马车靠马汽车靠发动机 火车呢最开始靠整汽机 后来靠内燃机 再后来发展到高铁 那么这样说呢虽然没有错 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汽车革命火车革命 其实啊最开始都叫动力革命 而不是什么呢 不是出行方式上的根本革命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首先大家要明白 汽车发明之前和中国不一样 是在欧美 马车交通其实已经很发达了 那么马车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套完整的公共交通 包括邮政交通系统了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19世纪西方的道路 其实已经能够足够满足任何动力的车子 行驶的需要也就是说道路系统的标准已经有了 只不过你看马车的动力还是汽车动力 更换动力而已 那么除了马车之外呢 甚至后来的轨道交通 比如火车 油轨电车都是建立在这套系统之上 比如说我们今天都知道铁路依靠铁轨运行 但是你们知道铁轨的宽度是多少吗 是1435毫米 现在你听 这怎么这么窄呀 怎么不做宽点呢 我还跟你说 别说100年前的铁路这么宽 就是现在中国的高铁 每小时随随便便能开个300公里的 也一样是1435毫米 你说这是不是太窄了 给它弄宽点 会不会更快更安全 当然你这么说呢 有道理 但是对不起改不了 为什么呢 成本啊 铁路可是花了巨大的成本才建设起来的 你说你来个宽点的 它来个窄点的 那车怎么造啊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当年啊 阎西山在山西搞窄轨铁路 把山西的铁路修得跟其他地方铁轨的规格不一样 山西当时境内的正泰铁路 就是河北石家庄到太远 和铜普铁路 大同到浦州的丰灵度 这两个铁路多宽呢 一米宽 为什么一米宽呢 因为这条铁路啊 是法国人修的 这个法国人铁路标准 它就是一米宽 为什么是法国人修的呢 一个当时 阎西山呢 他的家族 他的叔叔 在法国银行有大笔的存款 这个他要取钱呢 法国人就借此要挟他 另一个原因呢 当然就是他要当山西王 要把山西和其他的省关隔绝开 这个原因对吧 那么咱就说说 这个一米四三五 这个铁轨的规格怎么来的 这太奇怪了吧 那么有灵有证的 大家都知道火车呢 是英国人发明的 当然铁路的标准 也是英国人制定的 这个原因就有意思了 首先啊 设计英国铁路的 是由原来 专门设计 油轨电车的人设计的 那么这个一米四三五呢 也就是四英尺 八英寸半 它也是当时 英国电车的铁轨的规格 那么这油轨电车的规格 又是从哪来的呢 当然就是在当时的 马车的轮据 当时啊 英国有很多矿山 为了把矿山里的煤运出来 就需要什么呢 就需要用马拉 因为当时矿山里的没有道路 马车进去根本就出不来 所以呢 就修建了轨道 让这个马车的轮子 在轨道上运转 这样呢 就可以比较轻松的 把煤拉出来 这样呢 就不需要再铺硬铺装的路面了 当然也没那个条件了 而这个轨道宽多少呢 就是一米四三五 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 叫书同文 车同轨 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所以呢 以前的路和现在的路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很多地方呢 它其实不是柏油路 不是硬铺装的路面 而是土路 一下雨呢 都是泥泞 所以马车在这个路上走 它其实不是走在路面上 而是走在车折里 不是平地 这就有问题了 只有宽度相同的这种车折 马车才能走 对吧 如果车折一会宽一会窄 这个马车轮子走不了多远就别舍了 那马车为什么定这个尺寸的轮距呢 这个就是更古老的历史了 其实呢 原因特别简单 这个轮距呢 其实正好是两匹马拉车的这个马屁股的宽度 所以呢 你就知道了 现在中国引以为要的高铁 很多设计 其实它也是由马屁股的宽度来决定的 所以火车呀 汽车呀 区别 这时候就出来了 说实话 其实汽车呢 它应该是马车的直系亲属 对吧 但是呢 反而受影响最大的呢 却是火车 那这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其实动力啊 不是交通革命的一个根本 根本上是什么 根本上是道路系统 就像我们现在说特斯拉 还有现在特别火的 大家都知道 贾跃亭的FF91这个电动车 据说百公里加速度达到多少 2.39秒 秒杀什么宾利天悦 法拉利488GTB 特斯拉Model X 一下就成为了全球最快的量产车 而且据说呢 一次充电能续航里程 超过700公里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 电动车和汽车 除了这个能源不一样 那么到底还有什么不同呢 电动车到底能不能取代这种烧油的汽车呢 有人说了 除了一个烧油 一个烧电 电动车和汽车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都一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啊 就太表面化了 为什么呢 按照我们刚才的思路 想一想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的交通系统是建立在汽车基础上 比如说加油站 是汽车交通的一个重要部分 电动车如果要普及 必须能像汽车一样 拥有普及的这种充电方式 和充电系统 包括未来的维护保养体系 这样呢 这和马车当初被汽车取代 其实完全不一样 因为马车不是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而汽车是完整的工业体系 那么电动车取代汽车呢 就变成了工业体系的系统变革 所以啊 如果从相似度上看 马车和汽车的区别 其实远远比汽车和电动车的区别大 但是呢 当年汽车从出现到取代马车 也就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电动车如果要取代汽车呢 恐怕呢 也不会快多少 所以作为一个设计师 了解事情表面背后真正的系统和轨迹 才有可能将创意变成创新 感谢收看大师说 咱们下次接着聊